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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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安 哈嘍 哈嘍 大家午安 哈嘍 哈嘍 阿朋友 阿朋友 酒蛋 竹倫 元 絲毫 智鴻 QT男子 千花心馬腳 阿賀五安 賀姿余五安 恤吼五安 柏惟五安 小伊五安 完全恢復了嗎 這沒有不舒服 可是症狀還是在 就是完全沒有不舒服 可是還是有咳嗽 痰跟鼻涕 對 一點點鼻塞 就是我覺得他症狀真的很久 雖然沒有不舒服 可是那個症狀還是在 今天塞了嗎 還沒 我想說晚點來塞 對 想說晚點塞 我這兩天都沒有塞 我想說等要解除隔離的時候 再塞塞它 大家吃飯了嗎 你們吃我 我真的好愛 我最近真的很愛戴帽子 因為錢很方便 好 哈囉 吃貨小米 龍星星 你知道我小米想到以為 你昨天直播的整個是嗎 應該雖然我頭髮太膨 所以顯得我臉小吧 我又知道我頭髮很多的感覺 哈囉 應該是 應該六月初會去整理的頭髮 應該六月初會去整理的頭髮 燙一下 李家姐妹妹一起 感覺這款他們應該也很愛 你說帽子嗎 你說這款帽子嗎 你的臉真的很小 真的 謝謝攝影的啾啾你喔 一分一秒都想給 我想說應該是頭髮比較膨 對啊 是不是很可愛 我最近有想跟他們一起買姐妹妝 可是我們還沒找到喜歡的 對 就還沒有找到喜歡的 所以還沒買 但想要買一樣的衣服 或是一樣的鞋子也可以 對 就是以後出穿的時候可以一起穿 但我發現我這頂帽子有哪一大了 因為頭真的太小了 這是我已經調 我要調最底 所以才是可以比較合 不然都太大 但他跟我之前黑色的那頂帽還是偏大一點 對 但他顏色真的很好看 所以我就買 是可以帶 只是他 我覺得他偏大 好 本來想找成員問reset端集裡是哪一怕 但你的聲音有個好認 我這應該很好聽出來吧 大家應該都有上那個串流平台 收聽了吧 我們的reset 錄音室選集 大家可以上去聽我的聲音喔 如果你們歌演聽不清楚的話 可以上串流平台聽每一首歌 品牌的臉真的很小 我這都是頭髮的關係 絕對是因為頭髮太po 謝謝sandy的一封信 謝謝不當包吹小公主 謝謝黑傑克的會員票 超好認的超可愛的 你的聲音很明顯 欸可是我不太喜歡自己錄起來的聲音耶 就是平常講話聽不出來 可是有時候錄音起來就 所以我很討厭講電話就是因為這樣 不喜歡自己在那個機器放 就是錄起來放出來的聲音 我覺得很很就是太可愛了 我不喜歡 這樣講是真的嗎 太可愛 自己講自己聲音太可愛 不是就是我不喜歡那麼可愛的聲音 我喜歡就是前陣子那種喉嚨 有點不舒服的時候 那種就是比較有磁性的聲音 就是我喜歡成熟一點的聲音 不喜歡像小孩子的聲音 太可愛原來 現在聲音正常了 原來喜歡醃酒醬 就是我想要成熟一點的聲音啊 我就覺得我就長得很像小朋友了 所以我希望聲音可以成熟一點 對 自己聽不習慣自己的聲音 對我不習慣自己的聲音 而且我覺得我講到一個很特殊的聲音 就是有點那種雅雅的感覺嗎 然後扁扁的 我不喜歡扁扁的聲音 我喜歡圓潤一點的聲音 我喜歡圓潤一點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我的聲音很特別 對 扁扁 特別 謝謝 謝謝 Derek 的學霸 算是廁手飯 聽到萌麻大叔的聲音 這我想要這種女生 好聽的聲音 可是我覺得我的聲音很小孩子 然後扁扁的 成員中最喜歡誰的聲音喔 我想一下 成員的聲音 讓我想一下 我回想一下錄音大家的聲音 小迪 小迪的聲音蠻喜歡的 然後 斯亞的聲音我也蠻喜歡的 就是沒有那麼扁啊 雖然是 就是女生甜甜的聲音 可是不是像我那麼扁扁 然後 小孩子的感覺 對 有懂嗎 很難形容耶 就是我想要那種女生甜美聲音 可是 不是小孩子扁扁的聲音 所以就是大聲蠻抖了 斯亞的聲音很有力 喔 嗡嗡嗡嗡嗡聲音超好聽 警線唱歌的時候 平常講到的時候有點太大聲 嗡嗡嗡唱歌的聲音超好聽 有時候公演啊 然後不是會唱歌嗎 然後每次到他的part的時候 我們台上大家真的都 就是在享受那個音色耶 你知道嗎 對 他連現場都很好聽 就是每次公演 比如說拼圖 然後唱到他的part的時候 然後我們台上大家 真的是在享受耶 所以會互看一下 然後享受那個聲音 莉莉 莉莉也是唱歌聲音 我喜歡 平常的話那個 很容易 講話有點 容易破音 對 謹限唱歌 謝謝 謝謝子媳的愛的煙火 喔 還有我也蠻喜歡子媳的聲音 剛剛有個粉絲子媳 可是那個子媳不是那個子媳 對 我也喜歡子媳的聲音 他聲音就是也是溫柔 然後輕柔甜甜的那種感覺 輕柔的感覺 小琴也喜歡 小琴唱歌起來也甜甜的 但是又不是像我這麼扁的聲音嗎 我就覺得 對 小琴聲音也好聽 我喜歡小琴唱歌聲音 其實我很喜歡小琴唱歌 我覺得他唱歌很好聽 就很適合唱 唱少女的歌啊 情歌也是 懷疑偷嘴 比較好奇安安的是怎樣 安安的 我想一下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跟安安一起錄過音 但是平常表演的時候會聽到他唱歌 也是可愛的聲音吧 可是表演的時候音樂比較大聲 就不會聽那麼聽清楚他的聲音到底是什麼 就是錄音的時候比較會 因為錄音那個自己的聲音很明顯 但好像沒有跟安安一起 錄過音樂 這樣子 但我記得他的聲音也是偏可愛 好奇略 好奇略 嘻嘻嘻 子鮮握手會 前一天唱不能握的手 聽來莫名想哭 謝謝李真的鍾琴玫瑰 我覺得如果是廣播的她小琴或一家都很適合 真的耶小琴一家好像蠻適合廣播的 那個聲音來說 Mina的聲音呢 Mina我喜歡 我也蠻喜歡她唱歌的時候 可是她自己好像不喜歡 她覺得太可愛了 可是我覺得她唱歌 就是這種可愛甜甜的聲音 就是一些音高比較高的歌的時候 就很容易唱啊 我每次聽她唱那種 就是有一些流行歌都蠻好聽的 可是又太高了我唱不上去 可是Mina感覺就很輕鬆就可以唱上去了 因為她的音高很高 所以就很容易唱一些比較高音的歌 很羨慕耶 那我就是卡在一個要高不高 但是又低不下去的一個音色 對 兩個都有太可愛的空 她想要成熟的聲音 你們兩個是不同的 我覺得Mina的音高 應該比我再高一點 她的那個音頻 我覺得她的那個音域應該比我再高一點 就每次 有時候出去活動什麼 然後一起坐車 她就是很容易會在車上大唱歌的那種 跟李嘉莉一起 然後 就聽她唱一些 歌 就是音高比較高的歌 就很好聽啊 因為很容易就唱上去 然後也不會破音 羨慕耶 謝謝卡摩尼的小公主 你現在也不太能模仿她的聲音 你要算讓K哥 我應該不行吧 讓K哥 K哥的部分 看來要模仿Mina的 喔 阿莉的聲音也很溫柔 我也喜歡阿莉的聲音 阿莉是連平常講話的聲音我都超愛 就是別人講話就是很輕很溫柔的聲音 很舒服 我覺得阿莉的聲音也很適合廣播耶 就是那個聲音很耐聽 她講話真的超溫柔 真的 不過低音下不去會是困擾 每個人適合不一樣 欸我低音下不去超困擾的 有時候錄音 然後有的音高比較低的時候 下不去就很難聽 會抖 我的低音會超抖的 不過還是要多練習 因為我是一個 就是聲音有點低不下去 太低了齁 熊妹搬家的獨唱不錯 蠻喜歡阿莉的聲音 雲珠唱歌也好聽 真的喔 雲珠唱歌也很好聽 可以上浪可以格拉 喜歡平函 我不喜歡自己唱歌聲音 我就是希望唱歌聲音 是那種雲珠有沒有 成熟但是又甜美女生的聲音 對我想要我是那種聲音 可是我不是 雲珠跟雲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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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珠也是偏可愛的聲音 對他們也是偏可愛 對他們也是偏可愛 但我自己的話 我想要那種 雲珠阿莉 那種 比較成熟一點 然後又 很舒服的聲音 我自己想要 我希望我是那種聲音 本家喜歡誰 他沒有很 聽清楚本家他們 因為他們錄音出來的聲音 還是音樂很大聲 就是很難很難聽出 那個聲音耶 要聽錄音室的聲音最準 對 通常CD出來有那個配音什麼的 參雜在一起 就會沒那麼清楚 聽錄音室的聲音是最準 這是真的很real的自己的聲音 就是進去的時候 然後麥克風 然後你耳機自己聽 他就是真的很real的聲音 完全沒有任何一點收拾 所以每次進錄音室的時候 就覺得很害羞很可怕 因為自己的聲音太清楚了 就很像平常講話的聲音 被放大十倍一樣 謝謝想想的一封信 太可愛了 謝謝Alice里的紅玫瑰 不用煮比較好了嗎 有好多了 謝謝Luz的百事可樂 謝謝Luz 這就是我從小到小 不喜歡講電話跟電人講話的原因 因為不喜歡自己的聲音 挺韓錄音會有點懼怕喔 我以前比較害怕 現在有比較不怕了 對 現在有比較不怕了 對 現在有比較不怕了 就你自己是蠻害怕聽到自己的聲音 對 小琴聲音 因為小琴聲音喜歡啊 聲音是直接回到自己的耳裡 但也知道自己唱得好不好 對 就是很明顯啊 錄音的時候 比如新型病毒嗎 但是我現在還去聽以前錄的那個新型病毒 真的覺得以前 以前的咬字超不清楚的耶 那是什麼時候錄啦 三單的時候嗎 我那時候真的 我現在錄音咬字有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我現在還去聽以前的新型病毒 真的覺得好丟臉喔怎麼辦 我覺得那時候的聲音超級 就是咬字超級哈苦的 超級大舌頭的耶 好丟臉喔 黑歷史耶 我自己覺得是黑歷史 謝謝小管麵線的甜在心餅乾 現在應該有覺得自己聲音成熟多了吧 對啊 我那時候的聲音為什麼那麼太可愛了吧 我是很專心聽平函的聲音 至少可以分清楚的是平函 你沒有靈一口白丟臉吧 還好我不是唸口白的 謝謝Mina最可愛的La Noshin 唱歌可以練習的沒事沒事 對那時候就是還比較不會唱歌嗎 對於咬字這個部分來說 還就是沒有那麼多的練習 所以那時候唱的比較不好 但現在錄音有比較確實的咬字了 很喜歡沙發品函的歌聲 謝謝 什麼是烤白呀 請品函示範一下 怎麼可能不知道九蛋 你這個最清楚了吧 別以為我會上當 我今天是不會上當的 你前面沒有加英國研究 我是不會上當的 謝謝志玲哥的百事可樂 謝謝 莫名其妙 對大家以後要騙我記得 前面要加英國研究顯示 不然我不會上當 上次不是上當是犯傻了 HELLO 品函你好 記取教室 當然 綠色那套衣服是跳什麼歌 綠色那套 冰湯應該是奇蹟也趕不及吧 這是王子的那一個 否則奇蹟 也趕不及 降臨身旁 謝謝高逼的百事可樂 謝謝派大西的閃光星星 謝謝派大西的閃光星星 謝謝吃貨小米的夢幻泡泡 謝謝 挺小聰明 你們有看昨天的 奕雲的他們的狼人衫嗎 我還沒看啊 我等一下要來 一邊配飯一邊看 我看預告好像蠻精彩的對不對 呼一呼 謝謝Cody的星辰 我還沒看 不要爆雷我 我看預告好像奕雲 蠻嗆的啊 等一下來看 還沒看大門 看了這集上帝世界 地雲很猛 好期待喔 謝謝安的小公主 謝謝 我每次都一邊配飯一邊看老人殺 謝謝 謝謝TT面放牆的會員票 謝謝柏維的給你一個玉米 謝謝浩影戰色的百事可樂 謝謝一純的小公主 他蠻厲害的啊 我是看傑克的線道 你沒看狼殺我治紅 掰掰阿虹 把品寒推去線狼人殺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的小獅子 品寒覆盤OK吧 可以的 我覺得我現在狼殺應該 有基礎概念了吧 看了那麼多 對不對 昨天狼人殺是史上最厲害的一集 真的 好期待喔 好期待喔 等一下就來看 你們才雙狼裸囉 謝謝櫻桃貓的緣分相遇 謝謝冰廁城的甜在心餅乾 我今天好想吃韓式炸雞喔 我是每天都突然想吃很多東西耶 好煩喔 但他說他是被姊姊叫去才知道要入狼殺 那怎麼玩那麼厲害 翼雲直接秀一波 沒想到這麼厲害 我真的是最近越來越崇拜翼雲了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愛他 真的是他小粉絲 可是我們在平常很少互動 可是我跟他跳舞的時候真的很喜歡 然後看他上狼殺的時候也很厲害 然後個性什麼也蠻可愛的 然後又很會吃甜點 是不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我最近超級超級喜歡魚 謝謝HONE的新妖女神 謝謝HONE的新妖女神 迷媚ING 謝謝HONE的白飾可樂 對啊他很會吃炸雞 我之前參選到會的時候 是不是還對到他 那時候還超級不熟了 平函野太郎 但我就蠻喜歡翼雲的長相啊 我真的蠻喜歡他的長相 他最近就是前陣子染頭髮的時候就好喜歡 因為我是很喜歡那種染頭髮 很喜歡那種特殊色的人 可是我自己就沒有染過啊 但是我很愛看別人染頭髮 對 因為我看TWICE 他們就很常會染一些厲害的髮色 對然後因為我自己沒試過 然後我每次看別人染 我就覺得很好看 然後映雲有時候就是會染一些 前陣子他不是染了兩個顏色的那種嗎 那就覺得很好看啊 然後他練舞的時候穿著我也很喜歡啊 就很帥的 試試看嗎 我之後真的很本來想試試看 一些特殊的髮色 你很乖照餐 有啊我之前有染過咖啡色 而且是姊姊叫他不要染黑的 但我覺得他蠻適合染頭髮的啊 上次有吃蛋他們有吃 我就最近很喜歡一雲的臉 他的眼就好喜歡 可以試試看 有我想試試耳全藍 有我想試試耳全藍 展金索 最近紀補星的公主切很紅 我要試試看 公主切 我覺得那很有個性的人才撐得起來耶 我覺得我 可能不行 可是蠻想試試看 下次握手會要填一雲嗎 嘉莉的顏值不好 沒有啊 你不要這樣陷害我 我也是很喜歡嘉莉的眼 只是他跟一雲風格很不一樣啊 嘉莉很日系 但我不知道我最近就很喜歡一雲那種風格 所以人都會變的嗎 就是打扮跟人的樣子 最近很喜歡 比較偏帥嗎 對 帥氣的那一種 但我以前也是很喜歡嘉莉的那種 風格嗎 日系 就是比較以前的時候 可是我最近很喜歡一雲那種風格 就是人都會變的嗎 喜歡的東西都一陣一陣 開始挖坑 他是帥氣有提文 對 就是那種甜褲 甜褲風 最近很喜歡 難怪命轉推 偶像勒 你完全沒在否認 翻譯最近不喜歡 沒有啊 你們不要這樣陷害我 還是很喜歡利的好不好 被春粉了嗎 只要我最近就喜歡這種甜褲風 打扮 不用轉推加推 跟莉莉吧 沒有你們不可以這樣陷害我 沒有這種事 等一下莉莉就來抓了怎麼辦 沒有 還是很喜歡的 謝謝Nikolas的樂鍋 我們前陣子還一起打電話聊天 怎麼會感情不好了呢 沒有這種事 你們不要想陷害我 你們這種招數我看多了 不要想陷害我 要開始不好了吧 沒有 沒有 才沒有呢 我們很好的 他還在睡吧 沒事 等一下 對啊 等下莉莉子跑上來怎麼辦 趕快略過這個話題 你跟莉莉的感情已經 昇華到另一種禁忌了 沒錯啊 我跟莉的感情是不需要 在那邊誇獎的那一種 就知道對方很好 好不好 被騙太多次警戒心提高 沒關係 現在直播沒有成人 可以偷講成人的話 不是的吧 丁田中有接換 你跟莉住在一起嗎 沒有 我跟他沒有住在一起 他不想跟我住在一起 跟他分享我最近 追蹤了一位前輩 對 就是 你們知道NNB48嗎 然後裡面有位前輩是 我不知道他的中文怎麼念 他叫 シブヤナギサ 前輩 然後我昨天就無意間 是那個嗎 社古 那個 然後ナギ 我不知道那個字怎麼念 那個字的中文怎麼念 我最近也覺得很可愛 然後因為我 以前就知道他 可是一直沒有特別Follow 然後我 我昨天就 我以前在YouTube上 看到他的YouTube影片 然後就點進去看 然後我真的被他圈粉耶 我就好喜歡他的氛圍 而且他講話很 就是那種溫柔 然後很舒服的 語調 然後我就被他圈粉耶 我就他的氛圍 讓人好舒服的感覺 他突然一下講話 中文好像沒有那個字 對 然後我昨天就Follow他的IG 我就被他圈粉耶 好喜歡 我昨天就是 看他YT 然後我也訂閱了他的YT 然後他氛圍很可愛耶 就是很 舒服的感覺 很有氣質 可是他是搞笑的藝人 我不知道 可能被推播到吧 因為我平常會看一些 什麼伯木遊記前輩影片啊 然後一些 成員的那個YouTube影片 他可能被推播到吧 我還是點進去 喔 我還有看那個 吉田朱里的影片 然後我最後被推播到了吧 因為我是看 吉田朱里前輩他的那個 介紹他包包裡有什麼 然後旁邊又出現那個Nagisa 他的包包裡有什麼 然後就點進去看 然後我就被他圈粉 大臉嗎 我比較方便 我覺得他 氛圍好舒服喔 就是很可愛 講話的時候 誒 我的午餐嗎 謝謝 其實換幫我買午餐 然後我就被圈粉 走 大家如果 喜歡那種 講話溫柔的人 他還可以去看他的YG 也太容易被圈了吧 我就是個大叔回呢 很喜歡看漂亮妹子啊 謝謝博程的神燈給小辣椒的願望 看脊椒的影片學畫臥腸的 真的我平常會很常看他們的那個 教化妝影片 學習化妝跟穿搭 健康身體有好一點 應該有吧 你喜歡講到溫柔的女生嗎 對 我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看漂亮的女生 就覺得很賞心悅的母 我覺得嗎 都是大叔耶 大叔魂 我去拿我的午餐 他哭的痘痘好嗎 他的痘痘好了 可是他這邊有一個結痂的感覺 就是摸他頭他這邊有一個結痂 可能是痘痘的結痂吧 那TP誰最符合講話溫柔 我覺得亭莉 亭莉的講話的聲音是我超喜歡的 大臉貓以前也有一隻貓 喜歡沾進他的書包 好可愛喔 阿莉的聲音真的好清喔 去拿我的午餐 我剛剛說我想吃火鍋 不知道是不是火鍋耶 應該是 很豐盛耶 你們知道為什麼我今天想吃火鍋嗎 因為昨天笑唱 馮甲笑唱的各位 就發了那個火鍋的限動 不是嗎 什麼牛奶鍋 然後我看完我就好想吃火鍋 聽力這個十字名歸 聽力這個十字名歸 我也想吃 好像超想吃火鍋 本來是你 本來是我的火鍋 沒事啦我在家也可以吃火鍋 哇好豐盛喔 哇好豐盛喔 太開心了 外帶火鍋 而且有滿滿的蔥 我超愛蔥 還有蒜 謝謝安華的熱鍋 我就是昨天看了那個 他就很想吃火 我晚上好想吃韓式炸雞 然後也好想吃吉拿棒 我媽媽這個食慾是不是太好了 在家休養 結果反而食慾太好 平安吃什麼口味 你說我的火鍋嗎 應該就是一般的火鍋吧 所以他好多想吃 然後我今天那圈都現在還沒吃到 很想吃甜麵圈 先把這個醬倒下去 食慾好很好啊 吃營養一點 身體好不快 我是不是就是個吃火 我真的每天都有好多想吃的東西 他說我量我的那個好像沒有變胖 對我量體重好像沒有變胖 就是跟之前一樣 我也不知道我吃這些東西都去哪裡了 我也很納悶 謝謝柏維的熱鍋喔 37公斤 我們不知道我吃的東西都去哪裡了耶 太虧了都沒胖 哇我太開心了 謝謝切號 哇是火鍋 我滿足的笑容 你們看是火鍋 耶 太開心了 那我要去拆個牙套 我也去拆個牙套 去拆個牙套 好餓喔 好餓喔 我起床了現在還沒吃東西 謝謝柏維的浪上野 竹冰來囉 我忘記說我為什麼會看到那個影片了啦 因為我昨天在練習日文 我昨天在學日文然後就想看youtube 影片練日文 所以才會點到 對 還有我昨天也看了一個新的 應該不是就是 不是新的動脈 就是對我來說是新的 可是可能已經出很久 叫做小太郎的一個人生活 你們有看過嗎 我覺得很好看耶 超可愛的 那我才目前看到第三 欸第二集而已 我覺得很可愛耶 我是看那個動漫的 聽說他有 切換說他有出真人版 可是我是看動漫的 我想說他學日文 然後就一邊聽這樣 我覺得好可愛喔 他超可愛的耶 而且他搬家 然後送人家搬家理事一盒衛生紙 超可愛 身高153 38.5 羨慕你的身材 沒有不要羨慕我 真的不要羨慕我 太碩真的不好 買衣服很難買 哇 虛擾 所以最近就在看那個日子 我現在是一天學英文 一天學日文 一天讀英文 一天讀日文 一天讀日文 真的 超可愛 謝謝阿元的百事可樂 超滿足喔 那個醬油 真太豐盛了吧 滿足我昨天沒吃到火鍋的願望 我這次看別人吃什麼 我就是想 想吃什麼的人 謝謝冰臭醇的浪老星 謝謝伯倫的送你一個玉米 直播內吃得完嗎 我覺得應該吃不完 我吃得很慢耶 謝謝Luz的愛的煙火 那部戲 仔細去看還蠻感傷的 那我就覺得小太郎 講話很成熟耶 謝謝伯倫的賞光星星 大家也可以一邊吃拍一邊看直播 我怕我一直吃 然後都沒有講話 你們會很無聊 太滿足了吧 現在吃後小米的紅玫瑰 然後我 其實我前天也看了一個 好像是心上的電影 我覺得蠻好看的 是Netflix 心上的電影 剛剛已經吃完了 吃全家新的聯名 也是一雲推薦的馬國料理 真的 是什麼你可以拍照給我看 一雲推薦的話 應該就是真的好吃 你可以拍照給我看 好剛剛講到那個電影 我覺得蠻好看的 就是瞎瞎的 然後蠻好看 叫做什麼 回到高 高山嗎 回到高山 反正就是一個女生 她是 啦啦隊長 然後她 有一次表演 就是意外 然後蠻迷了二十年 然後她就錯過她的高山生活 然後她再回去唸這樣 我是有發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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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發現一雲麵配的那個嗎 涼麵還可以 好我之後去試試 好喜歡平寒的鹽 真的嗎 謝謝 我以為你是切晃的粉絲 應該喜歡她的鹽吧 不是喜歡我 不是喜歡我 心滿足了喔 我會不會太專心吃飯 嗯哼 不然我來放點音樂好了 你們想聽什麼嗎 今天吃什麼 今天吃火鍋 放recent嗎 可是我這個沒有串 我iPad沒有串流耶 他們聽得到嗎 不然就要用電腦放 不然就要用電腦放 電腦沒有哈薯 哈薯被切上 用走了 YouTube有 YouTube有 是不是 自己都不知道哪裡有 YouTube 真的有耶 真的有耶 偷偷發燒使用 偷偷發燒使用 不然很安心你 怎麼有一種要跳公演的感覺 為什麼吃飯在聽公演的歌啊 好緊張喔 我要上到表演了 吃的我好緊張 是我的聲音耶 是我的聲音 好 綠色的聲音也蠻明顯的 許佳麗聲音也好明顯 好緊張喔 很緊張 就在那邊 很緊張喔 很緊張的 超緊張的 這會不自然跳去吧 這個反應太可愛了 對粉絲來說是精英的 但那個對我們來說很像要工作的感覺 我的聲音真的好明顯 沒有 這幾天有自己練我嗎 沒有 很大聲的時候沒有 沒有前幾天比較不舒服的時候沒有 但我今天有要來練了 對 我今天也要來練了 謝謝柏雲的烙肉丁 謝謝香港阿琪的恨你一集 很重要的練舞其實很 怎麼說自己去招什麼招練舞嗎 就是有時候有的東西就是知道自己是沒問題的話就不會一直練 就會去可能精進其他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很會懂得分配 但是我練習前或是表演前一定會練 很久沒練會不會全身痠痛 還好吧 我覺得我也沒有到那麼久不練啊 應該還好 在家練的時候有被姐姐看過嗎 當然有啊很尷尬 所以我這樣練我都會關在房間練 他只有一首歌喔 他是只有一首歌嗎 那我沒有 有很多手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你們最喜歡哪一首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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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h and demi 你看你的歌 差點吐出來 怎麼那麼 那麼快說法 浩瓤 太有太吐出來 新開通錯誤 鱼油 制服頂抗 帝爪王子 毒汁雞 給你們猜我最喜歡哪一首 我那時候 方戀 方戀reset的時候 然後第一次聽到歌的時候 我最喜歡 那個 女友 然後奇蹟 還有白色情人節 斑斑家 這幾首是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就蠻喜歡的歌 那首歌叫什麼 女友是哪一首 不講 女友的全名是什麼 這是女友啊 你們知道的 你們知道的 我第一次看公演是看佳麗 我第一次看公演是看佳麗 我看不看有個好矮的 我就一直看他 是我嗎 是我好矮嗎 我沒有好矮吧 我只有一點點矮吧 是我們組的人太高了 我沒有好矮吧 只有我們好矮 英國音樂 皇家音樂學院校長 在看你會不會念歌名 少騙我 少騙我 品行一看 就知道在哪 因為我就是凹下去的那個啊 我真的覺得我們組的高的人很多耶 幾乎都是高個 對啊 我每次都被高個包文 謝謝想想的幸運之夜巢 好 羽主施雅草族秉涵 兩個都很一腳 秉涵好矮 超可愛 沒有好矮啦 你第二位還沒有來看過我本人的 的人誤會 我真的沒有很矮喔 一點點小隻而已 沒有很矮 謝謝女友送的閃光星星 你休想用那個ID名字 就騙我講這句話 好 這個部分是霧恨 請彈您好 我萌新 請問這首歌是誰 你可以上我們的 Youtube 然後看歌曲的名字喔 不會被騙了 上次對方便 今天不會啊 一個小便一滴 品嘆今天沒吃乳味 我吃的是火鍋 不是乳味 真的內容差不多啦 我第一次買英主 我以為喊含在英主 你的誤會也太大了吧 卡卡問這首歌是什麼 卡卡的話是不是可以跟他說啊 卡卡那麼可愛 有貓咪好像都可以 不知道要不要養貓啊 這樣很容易可以交到女友 有貓那就可以 我以為喊含在英主我滿錯 看不到很寒 蛤 你確定你是真的愛很寒嗎 你知道你怎麼會不知道他在哪一組啊 我去領養很寒 見貓忘遊 居然要這樣就妥適了嗎 有嗎不見得有 真的啊我真的覺得養寵物可以拉近人與人的距離 是不是還有個畫質 他很好喝喔 好甜喔 家裡養鳥就沒用 好意你家是養鳥喔 你養什麼鳥啊 鸚鵡嗎 真的可以就是這樣被拐到的 真的有貓就可以 貓咪那麼可愛 但只是怕我沒時間照顧 最後變成我媽在顧 我幫你顧 你的貓我幫你顧 不想養貓 我以為你怕嗎 為什麼你是過敏嗎 過敏嗎 還是就是怕 可以當緊還能喵喵嗎 上輩子可能是老鼠 小子 怎麼會有人怕貓啊 貓那麼可愛呀 你可以試試看接近牠 真的不可怕 就是一個毛茸茸的生物而已 挺憨才可恨 這博尾如果我是一隻貓的話 你還會怕貓嗎 陷阱題 套話套話 如果我是一隻貓的話你還會怕嗎 我會超愛的 這個回答我滿意 通過 通過 標準答案 休息一下 他要喝再吃 其實我以前好像也有一點點怕動物 可是我 就是我真的接觸過後就沒那麼怕了 就是跟志龍啊還有哈庫相處後就沒那麼怕 但我以前是會不敢摸的那個 但我還沒遇到哈庫前也是蠻怕狗的 就是完全不敢摸 因為狗狗會衝上來 可是有哈庫之後 就是認識哈庫之後就有不怕狗 你看已經康復了 差不多了 前幾天剛看到你去木藥的那集 那很久以前了耶 那時候頭髮很長 養昆蟲的話你可以嗎 我不行 昆蟲我真的不行耶 超怕昆蟲的 任何昆蟲都不行 我蝴蝶也怕 蜜蜂也怕 蜻蜓也怕 挑手也不喜歡 你還有看MOMO的IG限動嗎 是哪一則 打遊戲的那個嗎 壁虎我也不喜歡 我覺得有點噁心 沒有我想過小時候我的鞋子裡 有一隻壁虎的事嗎 就覺得鞋子裡怎麼有一個橡皮筋的感覺 然後就去廁所吧 他現在壁虎就要一直被我踩著 術上了 溫泥有點意識不清 這個快被我踩死耶 衝出一隻壁虎耶 我以為是橡皮筋 好像聽過01有蟑螂的版本 所以我也不太喜歡壁虎 我覺得 雖然他這個壁虎 那個突然出現 我怕蟑螂嗎怕 超怕 會飛 我小隻子 這麼小隻也怕 01感覺就是會抓蟑螂的 有蟑螂的 有蟑螂的 我真的超級不喜歡蟑螂 所以我 就是房子的賀希望不要有蟑螂最好 我自己真的不敢打耶 我真的不敢 謝謝CAMUI的甜帶新餅乾 朋友看到蟑螂喧叫 結果飛進嘴裡 也太有心了吧 飛進嘴裡 我真的不行耶 你在房間吃東西不怕有蟑螂嗎 應該還好啦 我吃很多吃的都還好 因為我會清乾淨 而且我不會掉到地上 所以 應該還好 但是我不會在床上吃東西 品寒看到蟑螂第一反應是尖叫嗎 不是 我應該是 跑走吧 就是離開那個空間 五月很多飛影在飛了 蟑螂有肉色蟑螂問題 可是聽說每個家幾乎都會有蟑螂對不對 只是看有沒有出現而已 因為台灣的那個排水孔啊 或是水溝一定都會有蟑螂 就沒辦法 就算 就算你家很乾淨 可是排水孔還是會有 現在不是在吃飯 對啊為什麼突然聊到這個話題 然後我以後要搬到一個沒有蟑螂的地方住 聽說北歐沒有蟑螂對不對 瑞典 這是冷一點的地方 有聽過蜘蛛走在寒寒腿上的世界嗎 沒聽過耶 那是什麼故事 那是什麼故事 日本就沒有了 之前在加拿大沒看過蟑螂 我的心也沒有蟑螂 比還可以來住 應該是軟一點的地方 就沒有 越冷越不會有 剛剛這是凌潔的聲音嗎 很難得聽到凌潔的聲音耶 以前比較少聽他唱歌 很好聽啊 凌潔的聲音 在睡的栗子身上 蜘蛛呢 他小時候玩電話 然後有蜘蛛走到他腿上 嚇到喊喊大叫一下跳到旁邊 正在睡的栗子身上 好噁喔 好噁喔 蜘蛛我也超怕 尤其我以前 基隆家又靠山 然後就很常會有蟑螂 跟那種很大隻的 那叫什麼 老牙嗎 很大隻的那種蜘蛛 超怕 這一首是我的歌聲嗎 對弄型的例子說你在幹嘛 是喔 那我要仔細聽 是我耶 我都不記得有這麼一段 錄音了 記憶已經沒有了 太久以前 好明顯 是我耶 他翻面喔 好明顯 是我 喜歡品涵的歌聲 欸 絕的歌聲 好聽耶 剛剛是絕對不對 這是肉肉對不對 品涵聲音變適度高 我們三個的聲音蠻合的啊 副歌 謝謝櫻桃貓的真情告白 唯一出食品還奶鷹 沒有我現在比較沒有奶鷹了 我現在應該比較沒有奶鷹了吧 謝謝Kent的閃光星星 想知道是草主精品還你的歌聲就對了 謝謝米貓金魚的和你一起 是長大版的奶鷹 燈燈 是長大版的奶鷹 我們副歌聲音滿合的啊 我覺得很好聽耶 自己講 就是因為覺得歌聲比較成熟 然後聲偏可愛 然後那個肉肉的聲音也是輕輕柔柔的 然後那個合起來蠻平衡的啊 覺得很好聽耶 我是不是很會退銷 是不是很會退銷 互相平衡 好聽 接下來是李嘉莉的聲音嗎 來聽一下 比較想聽王子平衡版 這個粒子聲音也很明顯啊 是一張 雖然是這個組合 這是最早的組合對不對 最早的表演組合 粒子的聲音也很明顯啊 我覺得一張聲音也蠻好認的啊 一張聲音也很好認 好久沒跳唷 這首 好久沒跳唷 我上一次不是跳這首 對 我上一次是跳星端跟奇蹟 喜歡女孩跳逆展 其實我也蠻喜歡這首歌的 以可愛的歌來說我還是蠻喜歡這首歌 這不是說我自己喜歡偏帥的歌嗎 最近喜歡偏帥 最喜歡平函跳十音端 謝謝查理布朗的百事可樂 喜歡獨自做的平函 應該是想看我的背吧 是不是 抓到 我直接到末大家 大家 只想看我的背而已吧 抓 總品和六端繼續帥一波 我還好 我還好 大叔懂大叔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看 那一套的背 對 我等你 對 上次還看到抓狠的背 上台前不小心抓了嗎 比函想跳帥一點的我就等六端而已 比函是不是想性感 沒有 有 好吧有 可是我的性感不起來 可是我也想當一個性感的女生 我也想當一個帥氣的女生 謝謝佛偉的咪卡找亮點 醒 咪卡很好喝 謝謝幻影小 謝謝幻影戰色小公主 剛剛发展說幻影小鑽絲 是多少 幻影戰色的小公主 謝謝 我覺得平安的獨自出表情就很色氣啊 不錯喔 是嗎 是最近嗎 我覺得我最近比較有那種感覺 長大了長大了 該去改名了吧 幻影小戰士 幻影戰士的小公主等於平安公主 哇 嚇到我了哈庫 哈庫撞門嚇到我 謝謝浩義的閃光星星 我發現我還沒跳過這首歌耶 我唯一 不是 我也還沒跳過那個 制服也沒跳過 沒跳過的兩首unit 我還沒跳過這首歌耶 剛剛剛剛換看看 這不是我們說換就能換的啊 我也很想跳制服抵抗 我從以前 就超想跳制服抵抗的 結果一直沒跳到 我從以前 因為我 這時候剛練reset的時候 我就說我好想跳制服抵抗 然後一直沒有跳到 可以嚮往制服那種帥 對啊 想跳那種帥帥 然後有點性感的 我從此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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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 那現在 雅西線 陌生 那現在 之前Libb有教我跳副歌 可是我不太會 我從此以為 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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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著之福 我忘記了 我不會耶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跳到 行嗎 之後可以跳到 我很喜歡那個抖肩吧 早晨我坐不住 我超喜歡那抖肩 希望可以 謝謝翼翼的小雞蹦蹦 那一張我也可以喜歡 你還可以跳雷鳴啊 我們沒有還沒有跳過 之前有看陳奔跳雷鳴很帥 謝謝小葉的閃光星星 第一次看到品牌 哈囉 謝謝翼翔的小公主 謝謝幻翼 歡迎小戰士的愛的煙火 你真感情囉 謝謝幻翼小戰士 謝謝冰特神的甜在心餅乾 謝謝科技雨的閃光星星 謝謝阿賢的閃光星星 謝謝露斯的小書籍 謝謝露斯的小書籍 那我好像可以現在念個排名 差不多了 各位 是新端 新端也是我的聲音嗎 新端是我嗎 我來聽聽聽看 是我 好明顯 真的會很害羞耶 聽自己的聲音 謝謝Ellefley的本事可樂 真的啊 聽到還是很害羞 我不會 真的自己不會去聽 謝謝黑傑克的閃光星星 好 那我現在念個排名 你們懂嗎 就是我聲音有一個 扁扁啞啞啞的感覺 謝謝 第10名 易城 第9 李珍 第8 科技雨 第7 香港愛奇 第6 名媽金魚 第5 國城 第3 善影第2 金魚 第1 智虹 恭喜智虹金魚 跟善影開始指定啦 底涵的少年音 昨天的另我魅夢之中影片 他說看完還是最喜歡底涵 謝謝 謝謝美眉 好害羞喔 但我記得那時候錄新端的時候好像蠻辛苦的 因為這首歌我覺得是UNICH裡面最難唱的 對他真的不好唱 因為他的那個拍點跟他一句很長然後會沒氣 就是我覺得這首歌是UNICH最不好唱的一首 既然都範圍色那是不是該跳 很喜歡新端這首歌 這首歌我也喜歡他蠻好聽的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不太好唱 因為他的字很滿然後沒辦法換氣 然後音高又滿高 這就可以開始指定囉 我要聽我的哈 好害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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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命的掌聲鼓勵 現場哈一下 我再聽一次我再聽一次 我完全已經放棄的時候要錄這個 是什麼感覺 這句我也聽了好幾句 哈囉哈囉 我覺得表演的時候現場唱就不會很尷尬 可是錄音的時候應該會很尷尬吧 就自己在那邊哈 我已經忘記了 我現場的時候是不會覺得尷尬 可是錄音的時候我想想就覺得好尷尬喔 嗯 上哈哭的感覺嗎 哈哈 美貝美貝 這也讀到世界就要去聽 我今天第一次聽耶 唱到體韓獨自豬的聲響 等我記得這句 我的那一句我昨天也不好唱 因為他太低了 對我來說太低了 所以也蠻不好唱 所以還好幾句 有指定嗎 我看 新版最後那句哈靠近攝影機來自 那我要暫停這個歌嗎 那我要放剛剛那個歌嗎 我們跳到最後那裡 這樣嗎 可以吧 好 先寫雲影 像這樣一起默默帶著就可以 緊緊的靠在心裡 哈哈 有小發音 暈了 再來一個氣音嗎 哈哈 氣音要怎麼用啊 氣音怎麼用 好 門外哈庫也贊同 每次一來就哈打招呼 新傳品還迷音 謝謝金耀的指定 還有誰 叫指定嗎 是 攝影跟巨猴 雨海最後一步 不是都好舒服 沒他們說的那麼刻苦 雨海最後一步 一瞬夢之中 轉眼醒來我才總算黎默 你 簡直就像是一隻獨蜘蛛 歡迎 但是之前跟我說很喜歡你跳獨蜘蛛 謝謝歡迎小戰士 但是應該沒有人不喜歡那套衣服吧 因為那套很好看啊 那套就很 怎麼說 我覺得很顯皮膚白耶 因為他顏色很鮮豔 明顯出色 然後那套就比較性感一點 應該沒有人不喜歡那套吧 他裸露的部分很多啊 但應該都蠻喜歡的 可以看到BLAI 品牌好像出什麼都沒現掰 那一絲絲蝙蝠 喜歡但還是更要看人 那套可以彈樹齊 我還好王寺比較吸引我 但我自己是覺得那套蠻漂亮的啊 我覺得他那領子很漂亮 潮心領啊 就是很少穿到那樣子的制服 因為通常都是那種 短袖嘛 或是外套式 所以比較少有那種衣服 硬少少要選來個讀之珠的動作 加讀嘴吧 讀之珠喔 副歌嗎 那等最後出格有時候跳一趟 你說動作還是跳舞啊 動作是嗎 竹之珠 什麼動作啊 竹之珠這個嗎 竹之珠 竹之珠 這樣可以嗎 字號 那指定跳一下毒蜘蛛 那我可以坐著跳嗎 因為我穿睡褲 哈哈 那我跳最後一段副歌 我跳最後一段副歌 拍點很多 自己算拍點很多 謝謝攝影的指定 希望有滿足你的看高眼的想法 甜蜘蛛 謝謝王寶國的掌聲鼓勵 謝謝攝影的指定 霓虹成光 謝謝賀瑜小珍色的熱光 謝謝攝影指定 謝謝智恆的指定 有啊有聽到我的聲音 有啊有聽到我的聲音 太可愛了 如果大家 這次聽完這個歌 如果有很常看公演的話記得 6月 要來喔 公演 不然平安要講一下三組中誰的聲音最明顯 然後我今天是第一次聽耶 還沒有聽別組的 我今天甚至連我的都第一次聽 剛剛蜘蛛手跟嘟嘴再來一次 蜘蛛手 可以嗎 是個攝影 你是不是爆雷了 6月會有公演嗎 蛤每個月 每個月啊 每個月啊 這不是日常 日常的宣傳嗎 每個月 我只是日常宣傳啦 我只是日常宣傳而已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日常宣傳 我只是日常講一下 沒有爆雷 我只是日常宣傳一下而已 對日常宣傳 然後到時候會看官網囉 看官網怎麼說囉 看官網公佈 我沒有爆雷 我只是希望他之後可以常來看公演而已 6月7月8月都要來喔 6月7月8月都要來喔 那我今天差不多要下播了各位 拜拜 下週進來 拜拜 下週進來 拜拜 拜拜 拜拜